就先改为今次世间的借鉴和教训,一切赞送转归金主,正世界的主。 阿拉在古兰城中说,你们把自己的脸转现东方和西方,都不是真意。 正义是新金主,新末日,新天使,新天经,新贤旨,并将所爱的财产, 世间清洁,故儿,平民旅客和独自奴隶,并进手,白宫,万娜天客,旅行,越岩,人少,穷空,温暖和战战。 这单人确实中天的人,这单人确实敬畏的。 我见证,万物非主为有阿拉,独一无二, 我见证,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仆人及其使者,求阿拉赐福于他几七家人,以及所有生命弟子的和跟随他们的准人,正道报应日。 阿拉在十二半月,回礼八月,赐给穆罕默德民族的恩惠的和回忆多多数的不胜数。 我在十二半月所庆祝的重大事件之一,就是将朝鲜从耶路斯灵世专为四经的事件。 这事件是我们伊斯兰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因为阿拉答应了牧生的愿望,并实现了他在礼拜十转现天方克尔巴西湾和西湾。 这个重大事件是他祖先的重大事件。 在前途到麦地纳之前,穆罕默德在座礼拜十面线耶路斯灵世专四四, 在前途到麦地纳之后的十六到十七个月中, 牧生还继续面线耶路斯灵世专祭拜。 牧生很希望有其失的见领祝, 并命令他面前近书, 因此他一直以行和克什祈求阿拉。 既然出现孙耶路有了司令死转为亲自 同时他确信阿拉既然实现自己的愿望 过了一段时间后 阿拉答应了他所祈祷的词 并命令他在礼拜世面见天方 可尔白正如阿拉所说 我确议见你们凡夫的因是天空 故我必须你们转现你所喜意的出现 你应当把你的脸转现近似 你们无论在哪里都应该把你们的脸转现近似 毫无疑问属于认真的亲自 既然出现改为亲自这件事 谁就会得到许多见经和结讯 其中包括第一 母神的地位很高 这一件事体现了他在阿拉那里的地位 正如阿拉对他的圣人所说 故我必须你所喜意的出现 这完全体现阿拉给予母神的残酷和恩惠 也体现母神的地位 所以只可正如阿拉对他所说 你的主要将来必善意你 以至你喜悦 阿拉给予母神的残酷和恩惠 阿拉为他而开拓了他的熊石 他并卸下了他的重任 正如阿拉说说 难道我没有为你而开拓了你的熊吗 我卸下了你的重任 阿拉有赞美他以往的和将来的过世 正如阿拉说说 我却以善意你一种村民的心理 以便进驻地撒出你一晚的和将来的过世 阿拉洗调了他的口实 正如阿拉所说 也为随死死欲而言 阿拉又洗调了他的心 阿拉说他的心没有否认他所见所见的 阿拉可以母亲的慷慨和安慧中 还有阿拉洗调了他的理直 正如阿拉所说 你的朋友既不迷雾又未迷信 阿拉也洗调了他的眼睛 正如阿拉所说的 言为邪誓也为过分 阿拉教他修辞 正如阿拉所说的 教授他的是他那是健康的 阿拉教授他 阿拉也让他具有一种伟大的性格的 阿拉说你确实具备一种伟大的性格 阿拉也吸调了他的整个心体 正如阿拉说的 你你们有使者 可以做你们的幼脸的模范 第二 我们从前出现 给为天方的这一件事中 可有受益的建计和旋律 我们民族应该检视中正确的道路 这个重大的事件确定了 这个民族中的重真原则 正如阿拉所说 我将以你们为中意的民族 以便你们做真实人 中正这个概念 涉及到 穆斯林的生活的一切领域 要我们坚持无过无不羁的原则 我们要回归中正的正路 因为阿拉已忠证地照耀我们 我们在我们所有事物中 应该造重真的正路 正如阿拉所说 你不要把自己的手术在脖子上 你也不要把手完全伸开 以免你变成了很美好的手术者 又说他们用钱的时候既不回货 又不记载 尽说中道 阿拉命令旅行任何事物是 恶魔从过于不羁的连端中间的 尽量的尽管你 因此我们要遵守简易化的和宽容的道路 而比如尽顺范中的物价的道路 我们也应该尽说符合宗教价值观和平德的道路 同时做到无过无不羁的 穆罗马的民族为世人作证 是注意给这个民族的一种恩论的因此 这个民族必须借尽全力 履行阿拉所命令的一切的义务 证到这个民族的事实 适合于这一阵词 据阿布萨伊德的传说 牧生说 如何说顺文 你传道了市民吗 如何说传道了 接着又问他的民族 如何转道给你们吗 他们回答没有任何经过来 领我们 也没有任何他人来领我们吗 又询问了如何 你们的真人是谁 如何的回答说 穆罕马的既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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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 他们作为他们作为你们 你们作证如何的确实传达 切如阿布萨伊德的民族 以便你们作证人 以便你们作证人 而使者作证你们 第三 改变出现世间 戒指出现世间 他所讲的 及其道 他们的信息 迅速迅速显映了阿拉和穆书 的命令 这件事是证明 圣母的子凡事者 从阿拉那里达到了命令的他们都显现的最明显的标准之一 阿拉为真理而开脱了他们的胸 正如阿拉所说 我以你原来所对的方向为了出现 只为辨别谁是寻存实德的 谁是背叛的 这却是一件难事 但在真主所引导的人却不难 他们在快速响应阿拉和牧神的命令 方便做出了接触的榜样 当阿拉命令他们 只要出现改为禁止时 他们马上律寻了这个命令 他们在做礼拜时 把他们的脸专线禁止 并没有当他们做完礼拜 他们在胸中转现的金寺 阿布图奥马尔的传书 当人民在库巴作成历史 一个人来了 他说在晚上吃着街头吃事 分民出现为天方 他家庭后立即把面线 沙漠的方线 改为初线天方而礼拜了 第四 这件事的接近和教训 还有显示了礼拜的重要性和地位 这一件事也极限了出阿拉给予他 中仆人的广大仁慈 古连经已经把礼拜和两个重大的事件 连接起来 这两个重大的事件 都属于伊斯兰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就是夜行与当小的契纪和契线 出现该为近似的事件 夜行与当小之夜 白宫是从第七藏天之上的 被定为著名的 因为它是重要的事件 在伊斯兰历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古连经已经把礼拜和改修线为 今次的事件联系起来 阿拉用了信仰这个词来代替礼拜的词 阿拉说 真主不支持你们的信仰 徒劳无处 真主对世事人 确实致爱的 确实致死的 意思就是你们的一千礼拜 据伊斯兰历史的传书 牧生转现今次时 大家说 实际上我们的一些教宝已经归正 他们曾经初线远四礼拜 他们的情况 将来如何 足见识了这节经文 阿拉不知是你们的信仰 徒劳无处 转现今次是一种服从 转现愿四也是一种服从 这节经文让他们感到放心 因为阿拉已接受了他们一面前说 亚路撒冷的生死时候的 做礼拜 因此阿拉在这节经文的最后的说 阿拉对于世人 确实致爱的 确实致辞的 那么他对于信道的仆人们是更致爱的 是更致辞的 读物改变 转现世间的接近后 就说的还有 今次和元四的有密切的关系 今次是地球上建造的第一座礼拜四 元四是地球上建造的第二座礼拜四 阿普拉信传说 我曾问了先知 阿拉的先知 大地上建造的第一座礼拜四是哪里 先知回答今次 我问了然后是哪里 先知回答阿克萨神四 我问了 连四修建的先隔多久 先知回答四十年 由于转变出现的和夜行与当小的七字 让今次和元四有了密切的联系 阿拉说 赞美这具文物 他在一夜里之间 使他的仆人从今次信到元四 我在元四的西州建福一边 我这是他我的第一部分期限 真正确实传信传民的因此 我们要保卫这两座清真词 不要忽视保卫和他们 因为这是说穆斯林的江山无法推卸的责任 我说穆斯林的书 我说穆斯林的书 我建设穆斯林的书 我建设万物费主为有阿拉 独一无尔 我建设穆斯林的书 是阿拉的仆人及其使者 求阿拉的赐福于他及其家人 以及所有神明赐的和跟随他们的众人 直到报应日 各位Muslim 当我们认真的考察改变这件事件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意见一事件是很深刻的 因此我们需要了解我们当代生活中的转变要求 因为郑州的转变不是时间或地点的 而是动达转变的行义 述述旅行阿拉的命令 问题关键不在于转向东方或西方 而在于面前的阿拉 侵托他进驻转变的应该是 生活面和灭坏的转建设和改革 从事业和蓝没有工作 转为工作和生长 从流山学转为正习生命 从侵犯生生浪费钱财或侵犯罪严 正如阿拉说说 你们把自己的脸转向东方和西方都不是经义 正义的是新建筑 新蓄新术、新末日、新天师、新天经、新贤旨 本将所爱的财产、世纪、亲切 故而平民和渡去奴隶 并禁守白宫 往那天可律行越岩 认受穷空混乱和战争 这当人确实敬畏的 在大家准备迎接十二半月最珍贵的夜晚之际 我们应该从短绝固入转为战争进行 从受恨转为连接和通行 因为十二半月十五日的夜晚 是纵容一切人民过去之夜 除非义务陪助者和寄出者 牧生说在一历八月五十五日 郑主要对铺民显示慈恩 他要罗说所有的新道者 并并有任意义务陪助者和寄出者 直到他们挥估 祝福这些 祝福那些在这个夜晚 原调杰 祝福而第1回忆 录祝福祝出说 好